我自己剛剛畢業的 我覺得對我沒什麼幫助 雖然說便宜 就是給少點稅 但是可能我們沒有資產 對我們來說不是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最好就是派錢 譬如說我們比較難買樓 希望他做一些紓困的措施 直接派錢給市民 市民可能可以喝茶 或者是把錢給爸爸媽媽 也有些幫助 兩樣都對我最大的得益 採用又可以 稅又可以 兩樣東西因為我都是 都是交稅 還有住在物業 所以兩樣東西對我都有好處 派錢和將它運用 當然運用比派錢好 但是如果不運用 當然要派錢 好像之前給6,000元 其實我們都不是太過 就是說我自己 人家不知道 其實不是太好 應該走回去醫療 趁有絕症或其他方面 幫助多些 這樣便很好 有些癌症 其實是要拿自己的錢出來的 增加他們的申請資助額 因為你免稅 你影響不到你生活上的消費 還有現在的平均 你每一天的日常消費 比平時的消費高很多 這幾年 所以你減少了一點就更多了 小朋友的話 如果讀書方面 如果所有的幼兒院 或者幼稚園 或者小學的 全部都有學券 那幫助就可能好一點 谢谢